四大学生自费六万进山 先出百公斤垃圾 一只山里可以藏这么多的垃圾 也难怪这群学生们会惊呼连连 台中领东科技大学有四名毕业生 自费六万多元进山 毕业专题命名为静爱高山 陆续攀登六座山 被台湾高山的景致所震撼到跟感动到 但是也觉得很心疼的是我们看到了 原来高山上这么美的环境当中 它的隐秘的地方原来存在这么多的垃圾 装备必须要穿比较保暖透气的 装备就是可能跟朋友借 或是跟有在登山的伴借这样 那每次的费用大概都是两三千 结果大家猜他们捡了多少垃圾 够上百公斤是不是很可怕 四人把进山过程出书 并将垃圾结合纸材 制成明信片宣导进山 还获经济部工业局2015经典新秀设计展 视觉传达设计类奖项 今年四月在募资平台募款 两个月内募13多万元 他们将用来持续进山 拍纪录片等唤起人们重视高山环保 董新闻你们超棒的报道 苹果爆料拿奖第三周冠军出炉 建一百万人次争赌 直击罗南满身险女皇和救命 恭喜万小姐读得奖金二十万元 编辑部特别奖 完毕国防司机看手机三分钟六十次 恭喜读者台中力小姐读得 编辑部特别奖奖金十万元 爆料的大奖活动即将截止 月冠军大奖两百万等着你 编辑部特别奖金十万元